天气逐渐炎热 喝上一杯透新凉的冬瓜茶好过瘾 但你知道冬瓜茶的原料是怎么做的吗 以古法熬制冬瓜 然后做成冬瓜糖块 前后可能需要两天的制作过程 冬瓜茶要想好喝就得从削冬瓜做起 逼高划去 长长的瓜皮就顺时带起 三两下就把一条二十几斤的冬瓜给刨干净 把削完皮的冬瓜去掉内壤 只有最白皙的果肉才能浸到锅里 切成小块的冬瓜 煮的时候才会容易融化 熬煮出来的冬瓜糖才会很香很浓 无法制作的冬瓜茶要以重达千斤的大锅来熬煮 新鲜的冬瓜 水 还有特级白沙 这三样的综合 就在130度高温的锅里慢慢起化学变化 冬瓜焦贵得很 要不断搅拌 否则容易烧焦 经过重复的撒糖与搅拌 锅里的冬瓜与糖浆越来越浓 四个小时后 锅里的冬瓜糖浆像岩浆般冒跑 整条街都飘着冬瓜糖香 捞出部分冬瓜 做成另一个产品冬瓜片 其余糖浆一起养进推车里 然后倒入模子里 铲瓶 压食 接下来的工作暂时交给时间 安静地让冬瓜糖浆 降温 凝固 等到两个小时后 师傅们用铁锤轻轻地把冬瓜糖一块块地敲下来 天然的东西 做起来往往比较耗时费力 看似简单的口味 背后花费的心力并不简单 冬瓜糖加水煮开 就是冬瓜茶了 用原食材熬煮的冬瓜茶 金黄透亮 沁凉鲜甜 细细品尝还能喝到冬瓜细微的薄荣 顺口不会甜蜜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喝